自己的言論已經超越了一個公廟的 地方公廟的一個主委的身份來批評 而且身為中評委是不應該的 國民黨新北市黨部主委重炮抨擊中評委陳鴻昌 邊陪總統蔡英文參拜 還邊攻擊高雄市長韓國瑜 甚至力挺對手 這倒戈動作讓黨內的反彈聲浪持續發酵 不好講說他是脈有求榮 但是有那個味道 他現在想到綠色的去 他就去嘛 不需要踩在朋友的山口上往前走 本黨的同志如果支持別黨的候選人 這就達到開除的條件 何況他這樣污蔑 還有這個污蔑我們的候選人 惡意的攻堅 這個不開除的話 會造成後面的效應 黨內基層炮口一致對外 痛批陳鴻昌已經淪為旅營打手 而新北市黨部也火速開會 決議以開除黨籍作為處分 上報黨中央做最終決定 但陳鴻昌還是堅守己見 甚至炮打黨中央 就是紅衛兵淪為議員堂 趙索伯在我們黨部內部裡面開會裡面 他也是炮聲融融啊 我們怎麼沒有說要來預除他呢 所以這個不同的場合 講不同的話 我想這個大家公道自在人心啊 黨部不認議員堂控訴 韓國瑜陣營也很強硬搭算訴諸法律 要討公道 但如果我們在祭出純盛信函三天之內 沒有得到任何的回應 或是有誠意的道歉 我們會採取接下來的法律動作 過往立院戰友反目成仇 未來恐怕還會怼補公帑 這回國民黨決定快刀斬亂嗎 讓自家人的批函效應畫上休止符 華語新聞陳鑫燕徐國豪台北報導